往里挪,对,往里推 2017年6月,扬州博物馆的库房里 工作人员正在提取国保及文物 隋扬帝、萧皇后、礼官和他的仿制品 为接下来的公开展览进行准备 这样放进去 往里推,对,对,对 2014年7月,当一块深黄色的泥土 从扬州被整体打包运送到陕西后 今天,他又回到了扬州 就在一去一回之间 这坨黄土的秘密逐渐被人揭开 迄今保存最完整、等级最高的隋唐皇后礼官 终于展现出了他京式的美丽 作为萧后官保护与修复的负责人 肩负重任的文保专家杨军昌 此时的心情终于轻松下来 过去的三年 萧后奉官几乎是杨军昌生活的全部 随着后官发掘和研究工作的进展 杨军昌时而激情满怀 又时而忐忑不安 因为用他自己的话说 能够修复保存如此完整 等级如此高贵的礼官 这是一种巨大的荣耀 同时也是一种极大的压力 他这个也用的比较单一 当然我们看到唐的其他的 是一种巨大的荣耀 远远巧合,双目现世 扬州曹庄隋阳帝销后河藏墓里 埋葬着怎样的秘密 酸性土壤千年侵蚀 销后奉官是旧地经理还是另觅他法 斑斑勃勃的绣迹若隐若现的繁花 如何从一坨土中经理出足够的考古信息 这一目前出土 年代最早等级最高的皇后奉官 却因为保存状况极其脆弱而令人担心 他如何经受得住从扬州到西安 这一千多公里的颠簸旅途 现代实验室考古又将如何进行 花树摇曳 殿拆盛辉 皇后奉官能否重见天日 考古进行时为您讲述 隋阳帝销后奉官复生的故事 2013年春 位于江苏省扬州市西北的西湖镇曹庄 一个正在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工地上 两座专室墓的出现 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 随着逐步清理 一号墓随顾阳帝墓志重见天日 之后二号墓女性尸骨的出土 以及一系列重要文物的相继面试 这一考古发现引起全国关注 经过反复论证 2013年11月 国家文物局的考古专家们一致确认 扬州曹庄隋阳墓 正是隋朝末代皇帝隋阳帝阳广 及其皇后萧氏的和藏墓 墓内出土的两颗牙齿 鉴定为50岁左右的男性个体 根据出土的隋固阳帝墓志 十三环叠蟹金玉带 大型刘金铜补手 以及大量的文官勇 武士勇 骑马勇等高规则隋藏品 结合文献的记载 确认一号墓的墓主就是隋阳帝杨广 墓内保存有部分人骨遗骸 经南京大学体制内学专家鉴定 死者为大于56岁 身高约1米5的老年女性 这座墓葬虽然没有文字信息 但是根据墓葬形制 墓内出土高等级隋藏品 和对人骨遗骸的鉴定 结合文献记载 判断墓主人是隋藏帝的夫人萧后 我们在萧后墓里面清理出一具罐 那么这件罐在我们隋藏帝萧后墓当中 也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按照我们过去隋藏的礼制 它是皇后用的 一个是他身份比较高 是皇后用的 第二个很简单 这个罐是女性用的 所以说这个罐对于证明萧后的身份 是占据了一个很举足轻重的地位 所以说他这件东西呢 可以说影射出看到我们萧后和阳帝的身影 隋藏帝是隋朝末代皇帝 于公元618年被部下杀死于扬州 隋藏帝在历史上颇负争议 有人认为他浩劫民力 断送大隋江山是无道昏君 也有人认为他勤政有为 任内完成了平定青海 修建洛阳城 建成大运河等一系列 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功绩 而他的皇后萧氏 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 绅世最为传奇的皇后 隋藏帝被杀后 萧后被女文化籍为首的叛军 裹挟前往北方 后来又被窦建德掠走 之后流落东突厥 杨广的一个妹妹 一层公主 她被和亲嫁到了东突厥 嫁给了残余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义成公主知道 嫂子这么一个状况 而且萧后当时带着 年幼的水阳帝的孙子 也带着他们的孙子 杨正道 所以义成公主 就派人来跟斗建德交涉 因为东突厥 他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 所以斗建德 他主要的是要跟 这个北方的其他的军阀 其他的势力要增添一下 所以他不能负备受敌 所以他在这个情况之下 既然你要这个萧后 他就把萧后送过去 所以萧后在东突厥 实际上在三系境内 又生活了有十多年 直至贞观四年 萧皇后才被迎回了长安 贞观二十一年 即公元六四七年 萧皇后以八十一岁高龄 崩逝于长安 唐太宗下令 以皇后礼制 派三品官将其运送到 扬州与隋阳帝合葬 在2013年八月开始进行的 对萧皇后墓的清理过程中 扬州考古专家很早就注意到 一块特殊的土面 在清理土面时 发现了大量散落的小件遗物 包括残断的铜丝 破碎的铜片和粉化的小猪等 我们是从上往下 做成很细的清理 它一开始露出来一个小点 或者一个小食指的时候 小装作品的时候 也没办法判断 这是什么东西 当时我们对这件东西 没有太多的认知 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随着考古发掘的 一层层的深入 它的更多的结构被暴露出来 首先出来的是 更多的一些 那个溜金的一些花片 然后还有一个 慢慢地进出 它的那个前面的额托 还有它的薄冰 当薄冰出来的时候 我们意识到 这一件东西 可能是一件帽子之类的东西 应该是一个女性的一个饰品 随着清理逐渐深入 人们越发确定 它很可能是萧皇后的陪葬奉冠 考古人员于是决定 将这片区域保留下来 留作精细考古 而其他区域的考古工作 始终在持续进行着 这块外行人看来的一个土块 一直耸立于墓室铺砖地面上 吸引着众多学者的关注 它那个硬是它的铜铜的 就是说你稍微一碰 它那个就变成粉末状 所以这件东西呢 就是说可能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但是如果在现场再清理的话 就可能就是说对它会产生一定的破坏 这个灌的当时呢 现场我们判断的就是保存也不是太理想的 那么我们请了国家局的领导 请了国家文物局的这个专家 到现场呢 给我们呢 做指导 扬州考古队认为 以目前的能力 无法在现场完成 对萧后官的清理和保护工作 2013年12年 国家文物局在扬州 为萧皇后官等重要文物的保护 组织了一次专家会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 总工程师杨军昌也来到了扬州 他此前带领的团队 曾与德国专家合作 成功保护修复过 唐代公主李垂的花冠 但眼前的萧皇后奉冠 让她倍感震撼 现场判断 这具高贵的礼官结构很复杂 它当年是放置在一个 长约0.6米 宽约0.4米的木箱内 在安葬时 是被单独置于棺果外东侧的 是一件尊贵的陪葬品 记得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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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